運行 你等一會 好啊 我才有時間 有 睡覺啊 大哥 就是了 他都是掌管著千億倒業的女長門人 連梳化時間都要 一邊處理公事 一邊吃東西 再一邊看文件 你猜何加千金這麼容易做 一部是股票機看著股價 看到這裏 都覺得54歲的超訪是女強人 畢竟跟了Daddy都十幾二十年了 就是做她的夥計 Daddy是一個很聰明 而且很快 她腦轉得很快 所以她很Sharp 很多東西一說 她已經聽得明白 她的思維永遠都是向前的 她永遠都是不停努力地 在學習新的東西 接收新的思維 所以她是同住社會 那個節奏一路去 很多時候就是 有時還超越了 因為她這麼喜歡接受新的思維 她有很多 即是上了年紀 我們年輕人的東西 她都會去接受 或者是她去學 即是去了解是甚麼一回事 所以變成了 你的老闆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自己當然都會打醒十二分精神 更何況她是你自己的爸爸 但我想隨著大家相處久了 開始做的事情 她沒有說你做得不對 我想那已經是一個肯定 自己的信心又大了 所以變成了之後 有很多事情她都肯聽 即是她都會很肯聽別人的意見 有時她都會問 你怎麼看 那變成了有時 大家的溝通上 是可以再開啟一點 即不是說你是老闆 所以我只會說老闆的話 但當然 始終她是爸爸 她是老闆 變成了 說話也有時有個技巧 你也不會很直接地說 你好像你的意見好像是有甚麼 所以變成隨著 我想之後大家相處得久 變成了很多事情都很開啟 即是大家那個節奏 比較了解她 有時想事情 變成那個合拍程度高了 變成了很多事情 她說話也不需要多一句 有時會明白她想你怎樣 那你就去做 本身就在法國國家巴蘭銀行做事 但在1994年1月1日就開始 入信德幫家首林 第一份工是在法國國家巴蘭銀行 做了差不多兩年半 都召喚了一輪 我才肯回來歸隊 我從1994年1月1日開始 辛苦不過又很有成功感 今年4月還接掌澳博做主席 工作繁忙 但生活都頗有規律 一早7、8點起床 快走1小時左右就上班 平均都是由一早10點做到7點下班 而且連午餐都是在公司吃 雖然Office有落地大玻璃 可以望到無敵維港景 不過他就簡對著自己所愛來做事 這裡其實擺放的東西 剛才有一位說 都很卡通化 我有那麼多童真 其實是的 我很喜歡Snoopy 那時候你看到的 大部分的照片都是跟家裡有關 除了這幅比較不同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舞蹈員 幕後的人 他們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簽名 就說謝謝我請了他們一頓飯 其實你看到的照片就是 要麼是我的女兒 很小時候 嬰兒一兩歲的照片 因為那時候其實都不能寫 我上班後他們這麼小 所以很多時候都放了他們的照片 很好吃 忙到沒時間 其實你想做女強人 還是普通女人呢 小時候的夢想是做老師 爸爸和姐姐說我不夠威嚴 讓我選擇嗎 其實一向都是想做普通人 我最喜歡看外媒單 是嗎 很喜歡看外媒單 不用想 又開心又好笑 有時看看會笑到卡卡聲 重點錄下 很認真 因為有時候你的時間不適合 即出去吃飯 對,有些 那星期六真的全都是煲劇 對,看電視 對 不鼓勵你 對 逛街 雖然我姐姐經常說 我是一個很貪美的人 是嗎 其實不是 我當時純粹逛街 是想消磨時間和朋友 大家聊聊天 星期六、星期日可以放鬆一下 否則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逛街的人 你知道你不貪美嗎 不貪美 真的嗎 我有需要才會買 對,你不會買另一大件衣服嗎 對 我是… 對 我不會說去… 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逛街的人 我是喜歡有盤 如果大家一起逛街 就有盤 如果真的要買衣服 因為這一季了 還要不是因為有一季 所以我一定要買衣服 是有這幾個特別的日子 有甚麼活動 那要買就不買 你可以說是… 你可以說是無實 也可以說是一個懶惰的人 除了窄,也有勾過人的一面 跑步,也有去做一些平衡 夏天就游一下水 因為我曾經是胖過的 是嗎 對,很恐怖 在甚麼時候 十幾歲 十幾歲 十幾歲,剛剛去美國讀大學 讀中學時很肥 我不可以說是肥,是很大舊 因為有很多肌肉 因為那時游泳隊 又是田徑隊 又很肥 到22歲 當然是狂減 甚麼減肥方法都試試 但到22歲 反而 好像突然寶寶肌肉 沒有了 沒事了 又開始瘦了 不用減了 所以運動就變成興趣 而她的興趣還有一樣 就是芭蕾舞林 你小時候有玩朋友嗎 學了一年 但我是唯一一個自己舉手 說我要去學 是 因為那時我已經覺得很好 覺得很… 覺得很漂亮 那時就是覺得很漂亮 那些人穿得很漂亮 而且真的覺得很可愛 跳舞 其實我也喜歡這個 演藝術形式 雖然我沒有跳 但譬如在美國讀書 有機會我也會去看 有時候在英國 有機會也會去看 然後已經覺得這個藝術形式 就是我喜歡這件事 然後在同時 爸爸也一直很支持 Pansy曾經是董事局成員 Pansy說 其實你原來這麼喜歡的自己 不如你去做董事局成員 那我就這樣好了 這個好了 就令到她入了香港芭蕾舞團的董事局 現在都做了六年主席 之前純粹是幫她搞球 即是籌錢 但當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就會覺得 其實是很值得去為她工作 我不會用個字去幫 因為對我來說是一個團隊 整個團隊為芭蕾舞 想了很多活動 不止每年都有球 今年還有聖誕樹慈線拍賣 等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有機會接觸芭蕾舞 其實你兩個女兒有沒有學的 有的 有的 都是你希望她們學開始 是的 因為小小時候希望 每樣東西都學一下 然後看看哪樣東西她們比較喜歡 然後才再栽培她們做那樣東西 她們兩個小時候讀幼稚園的時候 當然時間多些 就讓她們學 她們學了多久 她們學了一年 她們比我更厲害 她們學了兩、三年 後來因為她們也是 入了小學 她們同時學很多不同的東西 後來她們去了學流冰 因為我的大女兒 喜歡流冰比芭蕾舞 她跟我說 媽媽 流冰就等於在冰上跳芭蕾舞 我也一樣跳芭蕾舞 那我就說 好了… 我都說了 對 這麼聰明 一個幾歲大的小女兒 你懂得這樣跟你說 她們小時候我會是兇的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是像一張白紙一樣 你寫甚麼上去 他就是怎樣 所以很多時候 你比較兇 不管得嚴 你就很容易 他很容易就會去 過界 但是漸漸漸漸大 我沒有那麼兇 現在跟她們的關係 就是朋友 因為大家互相尊重大家 我想第一 也要讓她們開始有自主權 我也有跟她們說 我不是不關心她們 照顧她們一輩子 希望她們有獨立 有自主權 但我會在後面導致她們 我是一個很開放的媽媽 亦都是很愛兩個女兒的媽媽 所以電話的wallpaper 都是兩個女兒 而她都在前年和老公 結束23年的婚姻之後 發現女兒長大了 所以她們也跟我說 媽媽,你… 有些… 即是你開始應該去追尋 自己想做的事 譬如你想去旅行 你就去旅行 你想去怎樣就怎樣 所以變成 好像我說周末 我很多時候就是 星期一至五衝衝衝到夜 然後星期六 星期日就在家裡吃 雖然回復單身 但是你還信不信愛情呢 相信 為何不相信 相信 為何不相信 愛情這些事是要很自然的 她來的時候就來 她不來的時候 就是她未來 所以不需要急 亦不需要專程去追求 越是自然的事越是好的 天然美 不知愛情自然 連退休、超訪都追求自然的 我沒有想過 這件事 即是… 因為我怕悶的 所以變成 如果你說 叫我 就這樣不做事呢 都挺困難的 因為我覺得 即是要有一些 生活的動力 如果退休了 真的再去多些 比較需要時間 長一點的地方 去看看不同的名勝 或者走山 你眼中 一百分的員工 有甚麼條件呢 這樣的 我從來不給一百分 我自己也不給一百分自己 所以我想 一個 我覺得 九十分的已經很高分了 幾件事 第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第一件事 最重要是勤力 第二件事 要討厭 第三件事 永遠肯向前去學生的事 第二件事 第四件事 如果做錯了 或者有些事做得不夠好 要去認 然後自己要去檢討 然後檢討過後 再去做好 我覺得這幾件事 是我覺得做員工 希望我的員工 是會有這些質素 一個人可以很高學力 一個人可以很聰明 但如果你不去怎樣用它 你只是覺得 因為我讀書很厲害 因為我其實很聰明 但我不會肯去接受任何新的挑戰 或者人一定會做錯事 每次都未必做事 一定會做到一百分 每次都 要接受 有一些我為止的shortcomings 如果你肯接受得到 而自己去想 到時是reflect得到 有些甚麼是我做得不夠好的 然後自己再想 我怎樣可以再做得好些 我覺得這些質素才是最重要的 她是奧博主席 又是信德集團副董事總經理 她還有一個身份 叫做賭王何鴻生女女 或者你會以為她 跟著爸爸賺錢就不用做 但對於何超鳳來說 跟著賭王做事 一點都不簡單 爸爸是一個很聰明 和很快 腦轉得很快 所以她很sharp 很多事情一說 她已經聽得明白 看得明白 立刻想不到 我想不只是我 我想她比一般人 都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所以老闆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自己當然會打醒十二分精神 更何況她是你自己爸爸 在她心目中的賭王 不止又聰明 又聰明 還好跟得上社會節奏 她的思維永遠都是向前的 她永遠都是不停努力地在學新的東西 接收新的思維 所以她是同住社會的節奏一路去 很多時候還超越了 因為她這麼喜歡接受新的思維 即是上了年紀 我們年輕人的事情 她都會去接受 或者她去學 去了解是怎樣的一回事 對Daisy來說 爸爸就是奧博的靈魂人物 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她學習 不過要學就只可以靠自己 她沒有直接去說 有個指引 你應該這樣這樣這樣 畢竟跟了爸爸都十幾二十年了 即是做她的伙計 所以變成了 其實她從旁看她 跟別的同事的相處 跟她開會 跟外面的合作夥伴談生意 或者準備有可能的合作夥伴談生意 從而在那裡 就是點點滴滴留意到她做人 即是怎樣處理事 怎樣去跟別人談事 有時候談完之後回來 都會講解一下 在那裡去學會 rather than她會直接去說 你應該要這樣這樣做 因為沒有NO 爸爸叫你做你就要做 而且要得到賭王的讚賞 都不簡單 未試過她去說 你做得很好 她會跟 譬如 跟我們一起工作合作夥伴 或者小叔伯說 我女兒都OK 我想我女兒都OK 都已經是 不錯了 大家姐當然漂亮 不僅是漂亮 大家姐是最漂亮的 因為是真的 她在不同的歲數都有她不同的尾的一面 對嗎 對嗎 賭王二房有五子弟 第二的超訪 就覺得大家姐是這麼漂亮 其他人她又怎樣看呢 因為以前 爸爸經常去外國做事 媽媽當然陪著在身邊 變成只有小孩在家 爸爸媽媽一定會說 有甚麼聽大家姐說 她就說了事 雖然她說了事 但她說了事 她是很關心我們 明明只是跟超瓶差兩年 超豐就說自己 可以不用像姐姐那麼成熟 她對我有一定的要求 我相信 我覺得是因為 她想我為我好 希望可以幫我鋪一條好的路 不過她們兩個 並肩作戰了這麼多年 現在就已經不一定是姐姐說了事 跟Macy的關係很不同 因為我們去到美國讀大學 我和她大家一起住了兩年 所以關係和大家姐不同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羅省 所以有很多事情 大家都近一點 照顧大家 而且大家有威嚴 她從小到大 都比較獨特 自我一點 這可能是因為 她和我們的年紀都隔了一段 當我和Pancy和Macy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三個都在美國讀書 所以我們三個都很親密 她說也因為這樣 所以超儀就變了有少少少霸王 不過就哄得到王很開心 對我來說 Josie是一個很有自我思想 但是她也是一個很熬的人 她為了她的理想 她真的肯去博 肯去做 這個人我真的很尊重她 說到弟弟 趙鳳還用一個乖字來形容 Lawrence當時很小 所以她小時候 我們經常出門會帶她 她是一個很乖的小孩子 有一個這樣的弟弟 我很驕傲 其實她很年輕 但是她是一個很勤勵 很努力做事的人 而且她對家庭也好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我想和我們幾姐妹 大家不用多說幾句 大家因為很親密 大家心裏知道 說幾句英明